在了解函數再固定一點微分的概念之後 我們接著來看幾個相關的立體 第一個立體呢 是有關於求切線方程式的問題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函數f 然後它是s平方 現在我要求通過24這個點 它的切線的斜率呢以及切線的方程式 注意到24這個點是位於fs等於s平方的函數圖形上面的 而且我們知道fs等於s平方 它的圖形是一個開口向上的power線 頂點是在0點的地方 如果24這個點在這邊 通過24 有一條切線 我要求這條切線呢 它的斜率以及切線的方式 根據呢之前講的 函數再固定一點微分的定義呢 我們知道呢 函數再固定一點的微分 事實上呢就是 函數圖形通過那一點切線的斜率 所以呢我們要算通過24這個點的切線斜率呢 我們就是在計算呢 底下這個極限 Limit s去均於2 s-2分之f of s 扣掉f of 2 那我把呢f of s跟f of 2都把它寫出來 那就會變成這個極限 Limit s去均於2 s-2分之s平方 扣掉f of 4 那這是一個有理函數的形式 第一步你當然直接呢 先把s用2帶進去看看 結果你會發現 分子分母都是0 所以呢 代表分子分母呢都有s-2這個因式 我把分子分解一下變成s-2s加2 那就把共同的因式s-2呢 約分約掉 所以呢 我們就等於在計算 這個極限喔就是Limit s去均於2s加2 那計算出來呢 就是4 也就是說 fs等於s平方 這個函數呢 通過24這一點的切線的斜率就是4 那切線的方式呢可以根據點斜式 因為你已經知道它的斜率了嘛 它的方式就是呢 y等於4倍的 s-2最後加上4 那我們這邊是用微分的方法來求切線的斜率以及切線的方程式 事實上各位在高中還沒有學過微分之前呢 也算過這種題目喔 那 當時各位用的方法呢 各位可以回去找找看喔 再對照一下我們用微分的方法計算出來的結果看看是不是一致的喔 那我相信呢如果你沒有計算錯誤的話呢 你得到的切線斜率也是4 那切線方式也是這樣子 各位可以回去呢 試試看 那 接著呢 我們看第二個例題 第二個例題呢是我給定一個函數f 它是s3次方 加上s平方加上1是一個多項式 我現在要求呢 f' 也就是呢 這個函數在s等於2的微分 那我們回憶一下呢 如果一個函數在s等於c的地方的微分呢就是f' 它的定義就是呢 這個極限喔 limit s趨近於c s-c 分之f of s 扣掉f of c 所以呢 f'呢 就一樣化如如把它帶進去就是 limit s趨近於2 s-2 分之f of s 扣掉f of 2 那 我把f of s跟f of 2都把它寫出來喔 經過整理呢 你就會發現呢 它是這個極限 limit s趨近於2 s-2 分之s3次方加s平方扣掉12 一樣它是一個有理函數 第一步呢當然是s直接用逼近的值帶進去你會發現呢 分子分母都得到0 也就是說呢 分子分母都有共同的因式s-2 那我就把 分子的地方呢把它分解出來喔 利用長處法或是綜合處法 就可以分解成s-2乘以s平方加3s加6 那把共同的因式s-2呢 約分約掉 約掉以後呢 就等於在求極限limit s趨近於2s平方加3s加6 那這個時候直接把2帶進去就得到 它的值呢 是16 也就是說f of 2呢是16 好 那我們呢 做一個總結 就是呢 如果給定一個函數f of s 那我們在第一張呢 算過這個極限 也定義過這個極限就是limit呢 s趨近於s0的時候f of s 這個極限代表的 意思就是說當s呢 B進到s0的時候呢 函數f of s它的極限值 那在2-1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定義另外一個極限就是呢 Limit s趨近於s0 s扣掉s0 fs扣掉f of s0 這個極限代表呢 是函數f of s 在s等於s0的微分